为纪念我国开布200年的两个巨型艺术装置揭幕 一个体现我国独特的种族和社会结构 另一个则是本地最大的3D打印艺术作品之一 这个四米高的雕塑坐落在东海岸公园 它探讨了从1819年莱佛市登陆后 大批早期移民夏南洋的历史 并反映出我国多元种族的社会结构 而这个树干造型给予公众想象的空间 树林超过200年的树木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也是本地最大型的3D打印公共艺术品 并且将在福康宁公园展示 过后移到玉朗湖花园和莱佛市方展厨 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在公共艺术的场所展示这些作品 让观众能够一起去关注跟思考 我们近几年200年来的发展的历史 跟我们的进展 两件艺术品将展示到明年的第一季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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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